你一定要注意看了 在家里面做红烧肉 千万要记住 不要直接下锅炖 今天教你一招 做出来的红烧肉软烂入味色泽红亮 真的是嘎嘎好吃 做红烧肉 要选猪的下五花 这块肉肥瘦相间 吃着更香 切成大大的小块 准备半碗清水 加上一勺金盐 给它化开 再把五花肉放进去 浸泡十分钟 因为淡盐水可以软化肉质 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 才能软烂入味不塞牙 泡好的五花肉 冷水下锅 加上葱段和姜片 半碗料酒去腥 开锅以后把符糯撇出来 焯水三分钟 用温水洗净 锅里加上半勺冰糖 半勺清水 少许的食用油 咱们来熬个糖色 先是把冰糖敲锁 然后开中火去熬锁 不知不觉 我已经分享了染成多道家常菜教程 最近一直也没能得到您的小通心 真的是太吵了 今天就给点个吧 拜托您啊 一直把冰糖熬到这种深红色 光火把五花肉下锅 加上葱姜干辣椒 把猪肉炒至变颜色 加上半勺生抽 少许的蚝油 老抽综合一下颜色 当晚花椒酒 再加上一个炖肉用的料包 其他什么花椒啊 大料啊之类的香料都不需要放了 一小包就能做出三斤肉 好吃还划算 把五花肉炒出香味了 一定要加上开水 还是肉质不塞牙的关键 加盐和鸡精调味 小火炖四十分钟 越是软烂越入味 越是软烂越不腻 最后大火收浓汤之后即可出锅 是不是非常简单 软烂入味嘎嘎好吃 马上过节了 喜欢你也做起来吧